各位觀眾就過來 眼前你們所看到的香味撲筆的美味甜食 是不是光看就動不掉了呢 沒錯 這些令人食指大動的美食 都是用香蕉製作而成的喔 欸 剛好前面有一位大哥載著香蕉回來 不如我們去問問他吧 大哥您好 我們想請問 為什麼這邊有這麼多的香蕉啊 你好 我是集集蔬果運霄合作社的理事主席 香蕉的問題問我就對了 什麼 這位和善的大哥 就是鼎鼎大名的 集集蔬果運霄合作社的理事主席 那自信的眼神 長都藏不住啦 現在就帶大家到我們的香蕉園 請瞧瞧吧 各位好朋友們 這邊就是我們生產 集蔬山蕉的香蕉園喔 我們的山蕉是種在海拔 250公尺以上統稱為山蕉 這邊所生產的香蕉喔 它又香又Q又耐存放喔 這裡的每一串香蕉 經過膠濃的細心照料下 都長得頭好壯壯喔 採收下來的香蕉要經過分類 筛洗裝箱冷藏等關卡 真的很不簡單耶 在50 60年代的時候 我們集集的山蕉 大量的出口到日本去喔 在當時為我們國家賺取很多的外匯喔 光是香蕉的出口就佔了全國外匯總收入的三分之一喔 所以說在當時喔 香蕉對我們整個台灣的經濟產業喔 是有著深遠的一個影響喔 集集山蕉真的很不簡單耶 那主席大哥啊 這些美味的山蕉美食 有怎樣的故事呢 這些美食是由我們 集英國台灣幹果公司喔 我們用好吃的這些集集山蕉 下去自行研發自行製作的一些產品 包括焦心巧克力啊 鳳椒酥啊 蛋捲啊 香蕉捲捲酥啊 這些所有產品 我們等著各位來一起來嘗鮮喔 哇 各位看官您看看 這些新鮮香蕉打成的果泥 加入濃醇原料攪拌 美味新鮮出爐的香蕉蛋捲 一咬下去 濃濃的香蕉味馬上在嘴巴爆開 還有這個外皮包覆比利時巧克力 將巧克力的甜與苦 完美融合到內餡的新鮮香蕉切片 每一口都能感受到 兩種甜味的完美組合 保證激發出大家的甜式少女心 大膽的將香蕉包覆在牛軋糖內 濃郁的組合讓你每吃一口 就覺得好幸福喔 現在流行將水果做成果乾 嚴選台灣在地香蕉 保證純天然無添加物 經過低溫烘焙後完全保留最原始的山蕉風味 咬下去的那一口就好像吃到 新鮮剛熟成的香蕉一樣喔 還有使用綠香蕉製作而成的產品 富含抗性澱粉 像這款椒酥酥 鹹香酥脆的口感就像洋芋片一樣美味 一口接一口相對來說更健康的零嘴選擇 以及這款青椒麵需要比一般麵條多煮一分鐘 Q彈的口感加上DGI 絕對是您健康美味的新選擇喔 哇 原來山蕉還可以有這麼多種的變化 但是在產品開發過程中總會遇到一些困難 是怎樣的信念可以讓我們突破這些困境呢 這個在我們開發的產品過程中 我們的確是一步一腳印的 把我們的一個想法 都把它變成一種產品跟實現 所以說我們是希望把這些 原有的在我們產地的一個特色文化 我們希望把它留下來 再來呢 我們把它做成一個加工產品之後呢 我們希望這個產業能夠在花樣光大 在實現那一段我們香蕉王國的那一段美夢 跟美誉 聽完大哥具細迷矣的介紹後 相信大家對於吉吉山蕉有更深刻的認識了 不過在我們吉吉還有什麼地方 可以讓我們觀眾朋友更了解山蕉文化呢 走 我們現在就一起帶你們大家 到我們的一個秘密基地去 跟著理事主席的腳步 我們來到了GG Banana及原果觀光工廠 裡面豐富的文展區 有著相當豐富的香蕉知識 以及背後的小秘密喔 同時還有製程區 可以看到他們的產品生產過程 以及DIY教室 能夠體驗到手作的樂趣喔 以及在戶外香蕉生態園區裡面 可以看到110種來自世界各國的香蕉 另外我們還有蕉園露營區 可以享受在香蕉園裡面的露營體驗喔 最後大哥帶我們到販售區 我們才發現原來香蕉可以做出這麼多 意想不到的美食喔 真是讓我們大開眼界啊 其實館內還印藏著很多的小秘密喔 歡迎各位來到我們GG Banana 極原果觀光工廠 來揭發極極山蕉的奧秘喔 客人啊 看完這一集 是不是讓你對香蕉有著完全不一樣的認知呢 GG Banana極原果觀光工廠 等您來體驗喔